蒼鼠結結聲叫叫什麼意思呢? 蒼鼠叫得這麼慘又是什麼意思呢? 想知道多點的就看看今集內容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巨神貓仔 我是巨神貓仔媽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蒼鼠叫呢? 今集我們就跟大家介紹 蒼鼠不同的叫聲是代表什麼 開始前戴頭盔先 今集的內容是參考網上資料 與我們經驗得出的結果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另外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想聽清楚蒼鼠的叫聲 今集就用正常速度來看 去片 蒼鼠本身不會經常發出叫聲 但是蒼鼠好像人類一樣有不同性格 所以也有些蒼鼠比較喜歡用聲音去表達自己 蒼鼠叫聲主要可以分成六種 第一種叫聲就是嘰嘰聲 蒼鼠通常在開心的時候就會發出這些嘰嘰聲 網上有資料說通常蒼鼠小時候會多點嘰嘰聲地叫 但是我們的Coffee反而是大過了才叫 最搞笑是有時候我們叫它的名字 它就會嘰一聲 Coffee Coffee 它這樣叫可能是回應我們叫它 這種互動挺有趣的 不過有時候蒼鼠覺得不滿 都可能會嘰一聲地叫 但通常會大聲一點 這麼重語氣叫的話就真的想拿人 第二種叫聲就是嘰嘰聲 我們現在先聽聽 跟嘰嘰聲一樣 這種嘰嘰聲都有分小聲和大聲 通常小聲嘰嘰嘰嘰 即是代表蒼鼠覺得滿足和開心 但如果是大聲的話 就通常代表覺得受威脅或者不安 聽聽Coffee怎樣叫就知道分別了 Coffee 第三種叫聲就是咕咕聲 我們先聽聽 這種咕咕聲是蒼鼠在喉嚨深處發出的震盪聲 通常都是小聲而且很低沉 不是很明顯的 小小發出這種叫聲 都是代表它滿意或者開心的 但也有些叫聲是很明顯表達不悟的 就像第四種叫聲一樣 很明顯就是罵人 通常小小會這麼大聲尖叫 都是因為覺得害怕覺得痛 覺得很大威脅 又或者是在打架 就像我們的Coffee 她在面對新環境和有病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發出這些尖叫聲 而Toby就在第一次帶她回家的時候 尖叫了幾次 面對新環境 他們真的可以很大壓力 第五種叫聲就是咕咕聲 我們又聽聽是怎樣 當瘡鼠很不開心的時候 他們就可能會發出這些咕咕聲抗熱 有時他們自己一個在籠裡面 都會發出這些聲 我們做鼠爐的 就要走過去看看 小小有甚麼不滿 第六種叫聲就是黑癡聲 瘡鼠的黑癡聲和人類有點像 都是癡癡的 通常當瘡鼠傷風或者敏感的時候 就會有黑癡聲 鼠爐聽到黑癡聲可以先觀察一下 如果她一直黑癡不停 就要考慮帶她去看看獸醫 瘡鼠發出叫聲 很多時都是她們發洩情緒的一種方法 雖然她們未必是因為想和主人溝通所以叫 而且因為不同環境因素 她們的叫聲亦都可能有其他意思 但無論如何都好 當我們聽到瘡鼠叫 最好都給點回應她們 看看她們發生甚麼事 或者有甚麼需要 同時檢查一下籠是否一切正常 我們做鼠爐都會放心些 如果大家還想了解 瘡鼠行為背後的意思 例如為何小小這麼喜歡 塞好東西入黑癡 都歡迎按這裡看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就訂閱和按讚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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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